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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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今日點擊節目 我是石超 在過去節目當中 我們在特別在談到華為的時候 就是中共政權 習近平個人 以及到華為 在過去這個 四個月吧 因為孟晚舟是十二月一號抓的 四個月的時間裡 在後來我們有一個說法 我說如果有外星人的話 中共 中共 大家都講他是邪惡的 這個魔鬼式的東西 中共可能跟外星人 有著聯手的概念 要不然怎麼會出現那種場合呢 我們在 在節目中跟大家分享過概念 我說如果有外星人的話 現在看呢 我個人當時的判斷呢 就有偏差 偏差在哪呢 對中共的邪惡 對中共的邪惡的本身 認識還是不清楚 後來大概在一兩個星期之前 師父領進門 修行在個人 這個意識到呢 我們在節目中講過 其實 其實共產黨的惡 就是他的生 如果一切都是生命的話 他的惡是站在了 撒旦基礎上 如果把撒旦當成巨人的話 他站在了撒旦的肩膀上 超越了撒旦 超越了撒旦 同時他沒有根 他要依附於撒旦 那是撒旦是他的根 他超越撒旦 他是沒有根的 沒有根的 撒旦的概念是跟神對應出現的 對吧 他代表著這天地間相生相克道理 有正有父 有佛必有魔 有人必有鬼 他是對應的 這麼大的魔在 這麼大的邪惡的生命 從某種程度上 都超越了撒旦的生命 他對應了今天的人的珍貴 因為他出現在人的環境中 所以才提到 我說錯了意思就是說 他應該跟外星人都 他竊取著外星人的東西 有可能 在外星人的 如果這5G的話 也是外星人東西的話 那他竊取 這是有可能的 但你說外星人跟他能聯手 應該是我個人說錯了 這就是 怎麼說呢 原來自己的師父講過道理 釋迦牟尼佛49年傳法中 每天他都在改變 所以他也是原來的 就是第二天的在牛奶看第一天 不對這話說的不合適 那他就是這麼個過程 走過來的過程 一個走向生命完美的過程 我能理解到的生命的完美 回到你靈魂的家 回到你靈魂的家 你靈魂的家的地方 就是你天地間的造化 創世主造你的地方 那就是你的最完美 每一個生命的最完美 每一個生命最完美 所以在 有關科技問題 5G問題 那應該講 中共同樣採取的是偷竊的 就是他竊取的概念 我們現在看到現在的一切 都是竊取的 都是竊取的 所以他 他就出現了一個問題 他沒有創造力 但他是其壞 其惡其壞 凡是跟他相關的生命 都有著類似的表達 所以大陸人來到來到海外 都罵老外太傻 老外太傻 所以大概 這是我們兩個星期前左右 當時跟大家分析的 那兩個星期之後呢 現在就我個人來講 意識到這是這是問題 所以你會看到 他不會成功的 中共走向了一種崩潔的過程 崩潔的過程 好像是昨天想到這問題 昨天下午 意識到這個問題 結果今天早日出了個新聞 德國之聲這麼棒 英國情報機構 政府通信總部 英國最高的間諜機構 建議政府棄用華為 是因為他的安全技術太糟糕 這詞用的非常梗 他沒說華為是跟 是被中南海控制的 他說他幾乎沒有安全技術 而這個做法呢很特別 第一 表現出英國本身 在相應的科技的內容中 他的水平夠高 第一個 第二個 他與美國保持著盟友 但又有他的獨立性 美國沒有拿出證據來 只是他的證據一直沒曝光 那英國是華為的大本營 最早來到英國的 僅僅在倫敦 華為就僱用了一千四百多人 能僱用一千四百多人的大公司 在一個地方能不得了 而他百分之八十左右 都是當地人 英國人 英國政府部門 間諜部門敢這麼拿出來的話 將對著一千多人的這個工 一千多人的本身的 他的工作就造成了巨大的威脅 當意味著 如果這個東西這麼放出來 將意味著華為能否在英國待了 它會產生一連串的問題 而孟晚舟最開始走向國際社會 就是倫敦 所以這是從根本上完蛋的 這個時間點就很有趣的 所以我剛才跟大家講的意思就是 應該講 為什麼說跟大家道歉說錯了 他沒有跟的 那5G的背後是不是有外星人 那大家在討論中 但外星人已經不被更多的人拒絕 對吧 大家基本上接受這個說法 所謂人的創造力不是人的創造力 只不過是有著背景的生命 給予他某種 某種能力和機會 在這種天意的環境中 意味著什麼 外星人離中共而去 如果有外星人的話 或者說共產黨根本無法駕馭 無法跟外星人結合 他惡的程度到那份上 這是一個巨大的打擊了 星期日 美國通信總部技術負責人列維 在報道中說 華為的安全系統再普通不過 技術是二零零零年的非常糟糕 他描述的年代呢 我覺得蠻有趣的 我個人覺得蠻有趣的 因為二零零零年對很多人來講 稱為是全新的世界 我沒有看到轉型計畫正在實施 他們曾經保證過 曾經許諾投資二十億美元 完成修補漏洞的轉型計畫 這個修補漏洞的轉型計畫 你看這東西都埋著地雷的 任正非自己講過 他的幾個老闆也都講過 而這個東西呢 不是現在 就是英國發現他的問題不是現在 是在去年就已經發現了 所以就去年夏天就曾經 英國政府跟華為之間有過一些衝突 而華為一再承諾一再承諾 然後然後自己就講說 我要投資二十億美元 用五年時間進行修補 但他一直在托 其實什麼意思 他托出時間來 那個安全漏洞 他就那東西就是那麼做的 如果把那東西補上 他華為就完蛋了 就華為對中南海就失去了意義 所以他絕不能補 他只能托 而托的時間是有限的 所以他要快馬加鞭 希望能夠在有限的時間裏 能夠我跟大家解釋過 能夠在世界的某一個地區的範圍內 推廣出一定數量的5G和網絡 也就是說你這麼講吧 你看他賣他自己的華為手機 P20在孟晚舟被抓的 十二月一號還是樣機了 樣機啊還沒還沒進入市場 結果在後來大概今年一月份 P20就出來了 而現在他推廣的是P30 它兩個機型不在一起拿出來 而用P30去佔據了P2 去打擊了P20 自己打自己 自己玩自己 為什麼 他要把所有東西都攘出來 多一個華為手機 就他就多了一個節點 就像人們人的身體 多了一個含毛孔一樣 他就是一個機會 當他的節點 如果華為手機在世界範圍內 賣出十億 咱們舉舉例的十億 那他的網絡聯繫系統 就是他所謂的安全漏洞本身 所帶來的某些東西 他可以利用軟體把它連通在一起 有一天華為手機 進行軟件更新的時候 連成一體 殺人保護其的事 但他一定要達到一定程度 他在追有限的時間裡去追這個程度 其實應該是這樣 這個東西 就連習近平自己親自出馬 費盡全身力氣 在爭取這個時間 華為自己的拖 華為撞告 華為撞告美國政府 孟晚舟的 以一種誣賴的方式 故意拖延 那習近平在有關劉鶴貿易談判上 每次都會露面帶畫給川普 都是為了拖時間 拖給華為一定的時間 趨星限制 也許那在英國議會裡 就不存在華為設備了 將是英國各部部長 現在應該考慮的選項 他這個說法就非常厲害了 就基本會置華為於死地 當這樣的消息出來之後 德國任何歐盟的國家 相信他很難再有什麼其他藉口 就是說 他將不得不證實這個問題 華為跟中共政權之間的關係太近了 他的設備被中共當局用來從事間諜活動 4月4號 美國將把通過秘密電子的收集的情報 用來指控華為的證據 這個消息 檢查機構已經通知了華為公司 而華為沒敢做出任何回應 是 他回應不了 你放心吧他回應不了 因為 當華為的律師知道有這東西的時候 要不然他加錢 再多給點錢 他會有這種事 咱們不知道 多給錢 多給錢他就硬打了 要不然有一些 你這麼回事 這事不好辦 因為那大律師 他也得要顧及到自己的名望 就是說 什麼意思 華為如果向他 向律師提出 你必須給我打成沒有罪 你讓我給你打成沒有罪 那我現在要辯護的 你是威脅到美國國家安全問題 我是美國人 所以他律師不說話了 那好這期節目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再見